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如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我的Quarantine Hotel裡面 今天是我隔離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記得我上次回台灣隔離的時候 有拍了一個QA嘛 然後我想說很久沒有錄QA了 所以,here we go 那我這次呢,請大家問我一些 就是之前我沒有回答過的 或是比較random一點的問題 然後我還沒有仔細的讀過啦 但我們就是,來看看大家都有什麼 有趣的問題要問我 In Hong Kong,Taxi vs Uber Well,這一題毫無懸念 一定是Uber,為什麼呢 因為Uber比較不需要跟司機大哥講話 就雖然說現在有Taxi App 可是,你知道,兩者相較起來 要跟司機大哥講話這件事情 我就是非常的有恐懼感 尤其是你叫了Taxi之後 他不是會打電話給你嗎 然後每次要接那個電話 我就會覺得很焦慮 Have you ever visited Malaysia? 我之前有去轉機過 但是我在大學很好的朋友 就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想去馬來西亞玩 平時一個IG story要弄多久 包含日常的Snap跟公關品 公關品的話會弄比較久 因為我會在那邊擺設啊 然後就是想要把它拍漂亮一點 然後再加文字什麼的 弄一次公關品至少要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是日常的話就真的很隨便了 日常的話可能五分鐘,三分鐘,一個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depression? 我沒有就是確診過 可是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我的確是比較低潮的 我還蠻幸運的是 我那時候自己有慢慢找到方法走出來 所以嚴格來說我覺得我應該沒有過 depression 但是是有點接近那個邊緣 心理健康這件事情真的是 我覺得很大機會會被大家忽視或是不想去面對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覺得 欸你最近好像不斷的處在一個很低潮的狀態 或是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時候 真的是一定要找人聊一聊也好 去找一些比較專業的資訊老師也好 我是心理醫生 就是不要害怕做這件事情 也不要覺得你做這件事情 就好像你不正常或是你怎麼樣 就是心理健康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的某段時光 你會最想回去哪個時候呢? 我覺得我可能會想要回到 其實我很喜歡我高中跳舞 還有我大三大四畢業前 就我覺得應該說對我來說 最想回去的那個狀態是 就是我身邊的人跟我是同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會特別覺得很有動力 尤其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出者來說 在舞台上跟舞台下凝聚的那種 長時間的革命情感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大學的話 我是覺得那段時間 是我特別做自己的時候 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對於未來也很迷茫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至少對我自己是很真實的 如何跟自己喜歡的內向男生聊天 感覺一眼就很內向 其實他沒有很內向欸 應該說他不會隨便去交朋友 可是他也不會到就是完全不講話的那種人 不過我們兩個剛開始的時候 這是我自己的印象中啦 是我單方面的說詞 剛剛認識的時候是我比較主動一點 內向的男生的話就是 一開始可以找共同的興趣 或是有共同的朋友 可能不要一下子就單獨跟他出去 或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內向的人 通常有一項特質師他很會觀察人 所以如果是用團體活動 讓他感覺不會那麼的緊繃 但是他又可以從你們在團體裡面的互動 去慢慢認識你這個人的話 進展可能會比較順利一點 我自己講完都覺得 我講出去好像滿有道理的 想知道每天的時間行程表 我跟你說我沒有行程表 我很大略的話就是知道我今天要工作 或是我今天要拍片 或是我今天要剪片 但是我沒有所謂的幾點到幾點要做什麼 沒有就是我沒有那種習慣 一切都是憑感覺 這樣聽起來是很不負責任的在回答這個問題 I'm so sorry My favorite things to do while staying in the US 去海邊吧 印象中每次去海邊都還蠻開心的 When you will meet Ian soon 我們正在規劃中 就是一切還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年底前一定會見過一次 遠距離會不會讓你覺得 有男朋友好像沒男朋友 因為什麼事情他都不能陪著你 這個我也跟我朋友講過 就是好像有跟沒有男朋友好像是一樣的 但想一想好像我自己又釋懷了 因為他不能陪我我也不能陪他 那你如果現在跟我講說 啊我換一個在你身邊的人 就每天跟你在一起 每天跟你分享什麼什麼 我好像也沒辦法接受到 然後那麼干涉我那麼多 就是日常的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覺得我現在的狀態就是他如果可以在我身邊的話 當然好 前提是我們兩個都還是要保有一定的 私人空間跟一定的 有好的距離 我現在真的沒有需要有一個人好像在旁邊跟我分享我的每一件事情 自然 會回台灣嗎? 我現在只在台灣喔 有想過會在哪裡定居嗎? 其實我很多地方都有想過 可能要等我老了之後我才會比較想要回台灣吧 如果放不下一件事情或一個人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一定會有放不下的時候 因為就表示說 這個人或這件事情對你的影響很深刻嘛 讓時間去沖淡你的一部分的執著 那要想開一件事情 除了時間之外 就是你要碰到一個契機 或是你自己有那麼一根線這樣 Click了 就突然發現啊這件事情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嚴重 或是我可以慢慢的釋懷了這樣 我自己的經驗是可能長大 然後你遇見的人越多 你碰過的事情越多 其實很多東西在不自覺中就會慢慢慢慢的 可以用更好的心態去面對 就是以前有些過不去的坎 或是我自己心裡非常糾結的東西 我現在回頭看會覺得 欸我好像可以理解對方的意思 或是我好像可以不那麼去在乎了這種感覺 老實說我覺得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散開 其實有些人有些事情其實停留在那個狀態 其實也未必不好 那更重要的是你有一直持續的往前走 你沒有被這件事情給牽絆住 比較重要 沒有惡意但很好奇 為什麼我講話很習慣夾雜英文單字 我剛從美國回台灣的時候是最嚴重的 就是我整個思考的邏輯都是用英文的邏輯 所以我講出來很容易就我找不到那個字 或我不知道怎麼表達 但是到香港之後呢 就是有時候是我不知道那個字廣東話怎麼講 或是我不知道我講國語的話 對方聽不聽得懂 所以就會變成很多中英交雜的部分 那希望沒有造成大家的困擾啦 對 我現在好像也沒辦法怎麼去改正它 遇到不順心或低潮的時候我會怎麼辦 好像也沒有怎麼辦欸 我就聽音樂然後喝點酒然後哭啊發洩一下 讓自己靜一靜吧 我是蠻相信走著走著你就會自己找到出路 所以 可能潛意識裡面我沒有到那麼的 極端吧 就會把所有事情想的非常非常的差 就我自己還是會覺得 雖然現在很不順利 可是之後應該是會順利的吧 這種感覺 一次我丟三落四的深刻經歷 我這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小時候有一次我要去 不知道是澳門還是深圳表演 然後我們在機場的時候 不是大家發了機票嗎 我就把那個登機證丟在機場的廁所裡面 然後後來就突然發現登機證不見了 然後整團的人就開始幫我找 然後後來在廁所找到了 對意外嗎 不意外吧 男友一定會有其中一樣的話 會怎麼選 糊臭 禿頭 跟大肚男 當然是大肚男啊 雖然說大肚男也不是我的菜 可是就相比起來 就 至少還有一個肚子可以摸對吧 注音符號可以從頭念到尾嗎 我的真名真的是叫逢可樂嗎 當然不是啊 那我的真名是什麼呢 不告訴你 最喜歡的台灣藝人 最喜歡的台灣藝人喔 現在當然是柏林啊 然後我也蠻喜歡 Joanne爸爸的 對 主要應該是 音樂方面的藝人比較喜歡 因為其他綜藝跟演員 我就比較沒有在關注了 如何克服年齡焦慮 我現在其實已經沒有很care自己的年齡了 是因為我有時候回去看那些 年紀比我小很多的妹妹弟弟 然後我就會覺得 哇 好年輕喔 好青春喔 可是我也不會想要回到他們那個年紀 因為我覺得那個年紀 我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好累喔 我覺得好玩的就在於 我們都是第一次活我們這個年紀嘛 我是第一次活28歲 你要怎麼去過那個年紀 你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你的年紀 這個是你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說年齡焦慮是指說好像覺得自己都一事無成啊 都比不上人家啊 那你更應該要從現在開始努力好不好 你更就是沒有什麼晚不晚的問題 有一些人他就是到30歲才開橋 有一些人到40歲才成功 重點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你要能夠為自己去爭取 當你夠努力的時候我覺得很多機會跟機運就會跟著你來了 我是這樣子相信的啦 就是 男友的理想身高 就是我不算非常非常愛 我164公分 所以我覺得大概比我高20公分是蠻剛好的 就一眼剛好183嘛 所以差不多20公分剛剛好 當你管理的youtuber說要離開 作為經理人會難過嗎 其實說不難過是騙人的 我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第一的反應就會覺得是我做的不夠好 或是我哪裡出了問題 那當然一定是有可以檢討 一定是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別人的角度看來會是怎麼樣的 但是從我的角度的話 當然中間一定會有些調適期 可是就是真的不想要 就算是結束合作關係 好像我們就完全的切斷了 就是我會覺得這些都是緣分吧 然後如果就這樣斷掉也很可惜 換一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除了是他們的經理人之外 我也是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也會希望他們可以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方式去發展 每個人在每個階段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其實講起來也沒有什麼好難過的啦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發展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很真心的講這句話 不要覺得我好像很關腔 我是真的很真心的講 請大家相信我 什麼時候會有介紹新Office的片 我不知道出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是不是已經發了那條片了 但是我有拍我們班Office的影片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或是可以期待一下 我也不知道 do you think it's necessary to have a child when you get married I don't think so 雖然說我自己是很想要有小孩派的 就算我自己沒有身位 會想要去領養一個小孩 對我蠻喜歡小孩的啦 但是不要被什麼社會的道德價值觀給綁架了 兩個人結婚不一定是要有小孩 不想要小孩就不要小孩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小時候功課寫的夢想是什麼 現在有搭乘嗎 我幼稚園的時候很想要做花店老闆 我到現在都印象很深刻 但現在我能夠分辨出的話 大概只有三種 小學到國中 一直都是想要做跟舞台或劇場相關的 目前的舞者跟表演者也好 或是幕後的設計啦 production啊 那個時候都還蠻明確的 就我想要做這個 現在我做的東西 算是有一點點擦到邊吧 就還是會碰到一些production啊 或者是拍攝啊 表演啊等等 不同的形式啦 但是現在也是蠻開心的 對一個人印象已經壞了 如何對他在保持客觀的心態 就是如果你對一個人印象已經這麼差了 好像也不需要特別去 讓自己很客觀吧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這樣很累 與其說保持客觀的心態 不如是找他有沒有什麼優點 然後讓你可以慢慢的改觀 這樣講是不是聽起來很虛無 對 但人際關係本來就是很虛無的嘛 我覺得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dating a girl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我就是一直都是蠻 straight的 然後一直也沒有女生對我感興趣 所以我從來沒有認真的想過這個問題 Thank you 我第一次認真的想喔 如何在外面拍vlog而不尷尬 其實說真的現在在外面就是自己拍片 或紀錄生活的太多了 你的心態呢就是反正我過了今天 我應該之後不會再遇見你了 的這個心態 你就會覺得其實也沒有什麼 How can you get into YouTube 需要很多的耐心跟很多的熱情 就你真的是要對拍片剪片這件事情感興趣 因為 YouTube 說真的就是 呃 我覺得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後會需要很多的時間累積跟一些運氣 像我的話也是大概拍了三年的影片之後 才開始比較多人會看 我前面當然也會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啊我拍這麼辛苦然後沒有人看 就是也會有很挫折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到頭來就 我還是喜歡拍片喜歡剪片的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可以堅持到現在的原因 對 至於要怎麼開始 就真的你有手機 你有一台相機 你有iMovie就可以剪片了 影片的風格真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累積去發展出 來的 有沒有考慮過紋身 如果有找到我想要紋的圖案啊 或是紋字的話 我是不排斥紋身的 我覺得紋身也是一種藝術 每天都會打翻飲料 或是每餐吃倒西冷魚 好像好難喔 應該是EBA 我真的對海鮮不行 很多人問我的牛仔褲 我通常是在Uniculo 或是American Eagle買的牛仔褲 三姊妹相差幾歲 我跟我大姊差了五歲 跟二姊差三歲 每天都要出門 或是永遠待在家裡 我應該會選E耶 就是每天都要出門 但是 可是我每天出門的時間 可能都不會太長 那我覺得這樣就OK 這樣我OK 我朋友那天還留言說 你今天需要酒嗎 我可以外送給你 他後來幫我送了五罐啤酒 謝謝 好 那今天大概回到這裡 就是單純的跟大家閒聊一下 希望之後還有機會跟大家聊聊天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 掰掰 每次回到這裡 情緒 下午跟四點 下午一了 我可以等待 同一個來